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 大家好,欢迎收看佛禅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不结婚不生孩子会后悔吗? 人生几十年你会选择自己一个人过吗? 然而在我们国家 不结婚不生孩子 似乎是一件让人感觉很奇葩的事情 据说著名舞蹈演员杨丽萍 是为了保持身材而放弃生孩子的机会 不过杨丽萍曾经在接受采访时 表示生孩子是不影响舞蹈的 还透露了自己不生孩子的真实原因 有些人的生命是为了传宗接代 有些是享受 有些是体验 有些是朋友 我是生命的旁观者 我来世上 就是看一棵树怎么生长 河水怎么流 白云怎么飘 甘露怎么凝结 许多网友听到后 对这种颇有大智慧的观念 大为惊叹 立刻觉得世界豁然开了 还有网友幽默地说 自己来这个世界就是来吃的 看鸡怎么煮 看鸭怎么烤 看鱼怎么蒸 所有人问他不生孩子会不会觉得遗憾 杨丽萍说 我并不是一个牺牲者 我知道如何享受生活 我会自己建造家园 自己种田 我从小就想当母亲 现在我会当一朵花的母亲 一只小鸟的母亲 在我眼里 花花草草都是我的孩子 所以我不会感觉欠缺 也没有遗憾 这些年杨丽萍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了舞蹈上 也可谓是为了艺术现身了 这种境界相信是大多数人无法理解的 去年杨丽萍在抖音上 上传了一段吃火锅的短视频 各种鲜花的庸醋侠着火锅 62岁的他依然皮肤白皙 优雅得体 有说有笑 毫不惬意 活像个人间的精灵仙子 但是在这则视频的下方 最高赞的评论 却令人瞠目接受 一个女人最大的失败 是每一个儿女 所谓的活出了自己 都是蒙人的 让你再年轻三十年 到了一百岁 你的容颜难道还能保持三十岁的样子 即便你再美丽再优秀 都逃不过岁月的摧残 到了九十岁 儿孙满堂的那种 天伦之乐 坚持不结婚 坚持不生孩子的女人 晚年会很凄凉的吗 老了他们会不会后悔 一辈子都不生孩子呢 一 李女士 我越来越孤单 三十多岁时 和老伴 约定好 这辈子都不生孩子 想着两个人相互扶持 走完余生 但人算不如天算 没想到我老伴比我先去世 老伴走了以后 只剩下我一个人 很孤独 年轻的时候 觉得不生孩子有什么关系呢 反正有老公 将来和老公两个人相互扶持就好了 孩子只是累赘 养孩子都不辛苦 看到别人养孩子被孩子气 为了孩子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当时就觉得很庆宪 幸亏自己没养孩子 可是到了老年后 老公比我先去世 自己又没有孩子 朋友也已经不联络好多年了 积蓄也不多 老年生活非常痛苦 不仅是孤独 内心还有一种 说不上来的凄凉感 二 周女士 不生孩子真的会后悔 一辈子不生孩子 老了真的会后悔 年轻时害怕承担责任 怕养出不孝子 不敢生孩子 以为不生孩子这辈子 能过得更幸福 更开心 但也不见得 不生孩子 是少掉了很多麻烦 但同时也少掉了很多乐趣 人的年纪越大 日子过得越来越没意思 如果没有后代 都不知道自己活着到底是图什么 这些年 是感受过好的风景 吃过好的东西 但这些东西好像 都不能为人生增添意义 很多时候 想起来自己一辈子都没有孩子 顿时也觉得自己的人生是不完美的 年轻时和老公的感情还不错 但是伴随着年纪的增长 两个人之间的感情不仅没有加深 而且隔阂越来越多 越来越像陌生人了 这时候才明白 有个血缘关系的孩子 是多么的重要的一件事情 夫妻关系是 随时可能随着时间 变得越来越疏远 但是血浓与水的关系 却真的可以一生一世的 女人这辈子如果结了婚 在身体条件允许的情况下 还是养个孩子 不是为婆家养 是为自己而养 这样老了 自己的心里也有个寄托 好歹在这个世界上 还有一个 你血脉相连的情人 三 杨女士 不结婚 不要孩子 我后悔了 一辈子不结婚 不生孩子 老了会后悔 因为人年纪越大 其实就越没有个性 越怕自己与众不同 人就是这样 年轻的时候 总想活出个性来 总想按照自己的想法过日子 但年纪越大 其实就越胆小 在思想上 越怕自己不被人接纳 简单来说 就是人年轻的时候 追求个性 老了之后 就追求从众 年轻时不生孩子 老了之后 自然也看不到孩子成家 看不到自己的孙子孙女 但我那些朋友 都有孩子 孙子 一大家子其乐融融 所以我也和他们格格不入 年轻时选择不要孩子 想着和老公游山玩水 可是老了之后 和老伴两个人过日子 其实过得很没有意思 有孩子家庭才有生机 没孩子 一个家庭永远都没有生机 我很后悔自己年轻的时候 没有早点生个孩子 男女在年轻的时候 想法都很简单 尤其对待婚姻的态度 有的人为了事业 为了理想 错过了结婚的年纪 等到功成名就时 都四十岁 甚至五十岁了 在考虑结婚时 却发现 想和他结婚的人 都是冲着他的名 和利而来 与他心目中的爱情 爱人 伴侣 相差甚远 一而再 再而三的折腾中 失去了结婚的信心 索性放弃婚姻 一辈子独身 有的人 要么是被情索上 要么是从父辈的 不幸婚姻里 看到了恐惧 一日被蛇咬 十年怕惊声 不愿意结婚 不敢结婚 最后也是 终身未婚 有的人 受经济因素的影响 无力结婚 或者是害怕 结婚后负重太多 不能给下一代 很好的教育 不如不结婚 不生孩子 过了一辈子 真正的单身生活 还有一些男女 虽然比前面所说的 几种人 进步了一点点 但也好不到哪里去 他们只结婚 而不愿意要孩子 他们的理由 怕影响自己的事业 怕不能给他们 很好的教育和生活 怕影响 自己二人世界的幸福生活 有的女人 害怕生孩子 自己的身体变形 所以 这种夫妻 是名副其实的 丁克一族 婚姻里的二人世界 固然甜蜜潇洒 有多少人 年轻时不结婚 不愿意生孩子的决定 在年老时 没有不后悔的 在你事业有成 风筑残年时 两个人没有儿女 没有亲人 尽管衣食无忧 你不觉得自己孤独吗 生个孩子 无论男女 是自己生命的延续 更是年老时的精神支柱 不求他们对你养老 但却有一份真情的念想 在支撑着你 陪伴着你的精神 度过人生的最后时光 至少去火葬场时 有亲人送你 每个人都有选择 不结婚 不生孩子的权利 法律不会指责谁 但是给父母 一定会留下遗憾 给自己年老时 更会留下后悔 只是沐浴成舟 只能自己独自承受 这份错误 留下的遗憾和后悔 也许有的人会说 现在的孩子 怎么怎么的不好 别奢望他们 能给你什么 是的 现在的孩子 是享乐主义者 是比不上上一代 和再上一代人 传统观念 别指望孩子 对你回报什么 只是留个念想 就足够了 不婚族的人 后悔吗 俗话说得好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但是 现在很多的年轻人 其实都对婚姻 充满了恐惧 不说婚姻 会对自己产生影响吧 就单说 这巨额的彩礼 和婚后 难以处理的家庭关系 就让很多年轻人头疼 所以说 很多年轻人 都拒绝结婚 甚至 在自己父母 催自己结婚的时候 对父母大发脾气 其实 结婚 也不是那么可怕 因为结婚 其实是两个孤单的灵魂 找到彼此 并彼此扶持 在一起走过余生 结婚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当然 前提是要 找到值得自己爱 和真正爱自己的人 两个人 用心维持 用心经营 你们的爱 才能长久 还有一点 就是正如父母 所说的那样 一个人只有真正结了婚 才能让父母放心 成家立业 为什么一定要成家 因为只有成了家 一个人 才算真的成熟 也只有成了家 才能让父母放心 因为你的身边 已经有了一个跟你 风与同舟 融入与共的人 这个人会在你遭遇不幸的时候 尽心尽力地照顾你 就像父母一样 只有看着你 找到了共度一生的人 父母才能放心地 离开这个世界 但是 能和自己 共度余生的人 又岂是 那么好找的呢 小孟 今年五十多岁了 至今单身 前段时间 他在网上发文说 我有些后悔 当初没有结婚了 就在一个月前 我母亲离世了 母亲的离世 让我彻底 成为了孤家寡人 父亲 是去年离世的 可没想到 一年之后 他也离我而去了 我和两个哥哥 以及妹妹 一起办理了 母亲的后事 这以后 和他们之间的联系 也会越来越少 两个哥哥 没有怎么读过书 但他们 通过自己的努力 现在过得 也还可以 都是当爷爷的人了 一大家子 其乐融融的 虽然有时候 也会出现一些矛盾 但是总归有人气 而我自己 只能是一个人 妹妹离过婚 但后来再婚了 现在也过得还可以 至少 他也是有奔头的 我跟兄弟姐妹中 就我混得好点 也正因为这样吧 我的想法 就和他们不一样 其实 当时我也有人追的 也想结婚 但最终 因为种种原因 并没有结婚 我在骨子里 是瞧不起那种 比我混得差的男人的 但混得比我好的 似乎也看不上我 就这样 我觉得自己一个人过 或许还要好一点 过而 这些岁月 就悄悄流逝了 我渐渐成了孤家寡人 这些年 我自己过得 也还精彩吧 想去什么地方 就去什么地方 年轻的时候 也恋爱 但没有结婚 最近几年 不想恋爱了 想自己一个人过 但时常 也会觉得孤独 特别是 这次母亲 也离世了 我整个人 都感觉到了孤独 那种孤独的感觉 是无法言说的 对于我来说 或许 也是自己的选择的错吧 可 已经这样了 也无法改变 其实 对我来说 最害怕的是生病 没有人照顾 虽然有兄弟姐妹 可人家 有一家人 怎么好意思 麻烦他们呢 哎 接下来的生活 我不敢去想 或许 对于我来说 还是应该 多注重保重身体 过一天 算一天 能够遇到一个 合适的伴 或许 我也会考虑 在我身边 也有和小萌 类似的女人 一 年轻时 坚定做一个 不婚族 陈大姐 今年53岁 年轻时 应对婚姻感到恐惧 所以决定 不婚不育 做一个自由自在 洒脱的不婚族 陈大姐说 虽然父母很着急 年年都催着我结婚 不断地向我灌输 结婚有多好的概念 但我还是不为所动 我看到 我的两个好姐妹 结婚后 一点都不幸福 她们终日 围绕在丈夫 孩子 公婆身边 一点私人时间 和空间都没有 每天 有送不完的家务 有吵不完的架 没完没了的 一日三餐 我坚定了 不婚的信念 这些年 我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了工作 和陪伴父母身上 但是 这两年 也是多事之求 18年 父亲 脑溢血 去世了 紧接着 19年 母亲 已经为胃癌 走了 在处理完 母亲的后事之后 我一个人 孤零零地回到家 打开灯 看到空旷的客厅 我刹那间 感到无比的孤单寂寞 在那一刻 我才意识到 原来 我之前所有的洒脱 都来自于我的父母 虽然 我一直都是单身 但是 一个月有几天 我会回来和父母一起过 我依然是他们的掌上明珠 我会给他们 带很多的补品 陪伴着他们 由他们在 我内心感到非常踏实 现在 他们走了 我的内心的依靠 也就消失了 现在 只剩我一个人了 二 双亲去世 内心产生很大的波动 从那以后 每天晚上回到家 家里 都是冷清清的 以前 还有狗姑 小顽皮的陪伴 但是 八月份的时候 十二岁的她 因器官衰老 而死了 那一天早上 我起床之后 感觉 有点异常 因为这个时候 小顽皮会走过来 围着我转 然而 她却十分安静地躺在那里 我走过去 看看她是不是生病了 当我使劲摇晃她 她也不动的时候 我才知道 她已经老死了 一点征兆都没有得离开我 自从狗狗去世之后 家里就只有我一个人 在客厅坐着 不管我把电视的声音 开得多大 我内心 还是感到无比的寂寞 她像一个无形的网一样 包裹着我 我无处逃脱 过年过节的时候 这种感觉最深刻 别人家里 都是热热闹闹的 小孩子蹦蹦跳跳 充满欢声笑语 而我 只能独自承受这份孤独 有时候 在小区 看到那些活蹦乱跳的小孩子 我都觉得 他们 好可爱 同时 又后悔以前 没生个一儿半女 现在 想生 也生不了了 年轻的时候 我极其讨厌小孩的 我感觉 小孩 就是讨厌鬼 这辈子都不想生孩子 我没有想到的是 随着时间的迁移 我的思想 发生了改变 我现在 想要孩子了 但我 真的生不了了 有人会说 你可以结交朋友啊 平时有空 可以和朋友出去玩 的确 我也和几个朋友 一直保持联系 但是 他们平时 都比较忙 很少有空来陪我 一个 忙着带孙子 每天 要教他写字 一个 忙着上班赚钱 是一个 拼了老命的工作狂 所以说 很多时候 我都是一个人独处 我想 如果世界上 有后悔药 我应该 不会做一个 不婚族了 父母的离开 让我意识到 我并不是一个 坚定的不婚族 我还是渴望 家庭的温暖 渴望 亲人的陪伴 三 不婚之前 请三思 我们是有权利 去选择自己 想要的生活的 只是 选择一种 生活模式之后 就会有 不一样的人生 而这个选择 也会给我们 带来一些 意想不到的烦恼 对于这些烦恼 我们除了勇敢 去面对之外 也别无他法 不管怎么说 就大众的观点来说 人 还是要有 自己的婚姻的 有自己的家 这样 才算有一种 归属感 有一种 幸福感 选择单身 一辈子的人 年轻的时候 活成了别人眼里 最羡慕的对象 而老了 难免会羡慕别人 是的 选择不一样 这生活 自然就不同 当然 若思想不一样 对待同样的问题 也会有不一样的看法 今天讲这些 只是希望决定 不婚的朋友 能够理性一点 三思而后行 如果你遇到 合适的人 只是因为害怕婚金 害怕配偶不靠谱 害怕关系处理不好 那么 我劝你一句 可以尝试着 结一次婚 如果婚后 发现真的不是你想要的 你真的过得不幸福 配偶很渣 婆婆很饿 那么到时再考虑离婚也行 千万不要拿别人的不好的经历 套在自己的身上 以为自己也会像他一样 万一你过得很幸福呢 如果你是因为不想生孩子 那么你要搞清楚几个问题 是因为不喜欢 没钱养 还是不自由 不管什么原因 在这里我只想说几句话 人的想法是会变的 年轻时我们嫌麻烦的东西 到了年龄大时 才知道珍惜他 所以你不能只考虑到目前的困难 而是要好好想一下 等年一大了 我真的是否需要他 女人其实比男人 更渴望爱情和婚姻 但是在很多时候 由于很多原因 女人不小心被剩下了 那么大龄生女的晚年 会很凄惨吗 听听三个过来女人的心里话 一 三十八岁李女士 现在很后悔 年轻的时候 我是比较任性的性格 觉得结婚生子 对我的人生来说 是一种束缚 所以我把所有的事业心 都放在了工作中 我的事业确实做得不错 自己有房有车 完全不用操心 经济方面的事情 随着年纪增长 当我一个人回到冷冰冰的家里 看着黑暗的夜 我觉得我也需要 有家人的陪伴 二十多岁的时候 身边追求我的男人一大把 在我现在三十八岁的时候 身边几乎已经没有了 追求我的男人 如果时间可以重来 我会过按部就班的生活 在哪个阶段 就做哪个阶段的事 不会觉得自己单身就是好的 在我三十五岁的时候 我曾经对爱情 对男人还抱有幻想 但是随着我接触的变多 男人的要求我也无法接受 所以一直到现在 我也就没有选择结婚 有时候人生的困难 是自己造成的 如果你先遇见的是爱情 请你不要排斥爱情 更不要排斥婚姻 能水到渠成走入婚姻 也是一种经历 如果你先遇到的是事业 那就拼尽全力好好搞事业 这样才不会后悔 二 四十二岁张女士 接受了目前的生活 我今年四十二岁 我会变成大龄圣女 是一种自我选择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 和男朋友爱情长跑十一年 当时我其实特别想结婚 但是男朋友说他 没有想结婚的打算 因为我很爱他 两个人就一直同居生活着 陪他走过了太多年的青春 从二十多岁 熬到了三十五六岁 当我把自己生生熬成 大龄圣女的时候 高龄产妇的时候 才发现他竟然娶了别人 原来他只是不想和我结婚 并不是不想结婚 原来他只是不想和我有孩子 并不是不想有孩子 这一次的情商 我久久未能走出来 在那一刻 我的世界是灰暗的 我对男人和婚姻也彻底绝望了 连一个爱了十一年的男人 我都靠不住 其他的男人 我又能依靠吗 我自己单方面 拒绝了恋爱和结婚 我已经受过一次重大的伤害 我不想在结婚后 遭遇同样的情感危机 那样的结果我无法承受 一直到现在四十二岁 我都是大龄圣女 我都过着单身生活 谈不上后不后悔 也许这就是命运给我的选择 我必须要孤单地过一辈子 我知道他过得很好 过得很幸福 有圆满的家庭 有可爱的孩子 老婆对他也很好 这些原本属于我的幸福 他都弄丢了 我也就不再奢望了 作为过来人 我只想提醒年轻的姑娘 不要太用力爱一个人 因为真的会受伤 真的会孤单一辈子 三 五十岁刘女士 只能自得其乐 我今年五十岁 不结婚 是我很年轻的时候 就有的选择 我从小生活在不幸福的家庭中 爸爸妈妈并没有给我多少关爱 他们俩人经常吵架 都认为我是拖累 在爸爸生气的时候 爸爸不要我 在妈妈生气的时候 妈妈不要我 家庭对我的意义来说 也许就是争吵和矛盾 还有不被接受 我不是没想过结婚 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也差一点结婚了 只是我选择了放弃 我不知道我和他 会不会走到我爸爸妈妈的那一步 我的内心真的害怕极了 我无法接受这样的婚姻 但是更觉得无法避免 因为我知道很多孩子都活成了原生家庭的婚姻模式 也许当我真正走入婚姻 我也会变成像我妈妈一样讨厌的女人 她也会变成像我爸爸一样讨厌的男人 当我五十岁 身体不那么健康后 我很后悔 在年轻的时候没有结婚 没有给自己生下孩子 现在年纪大了 身体不舒服了 身边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 也许大龄圣女真的会晚景凄凉 当围绕在你身边的人都是陌生人时 你又怎么保证谁能来爱你 对你好呢 如果还能重来 我会勇敢选择结婚 因为我觉得不管幸不幸福 婚姻都是一种经历 我应该去尝试 而不是自我判断 造成现在孤苦无一 一个人到底结不结婚 在年轻的时候 看不出来 因为你身体好 因为你还有赚钱的能力 你不觉得一个人孤单着很寂寞 随着年纪的变大 随着身体的日渐衰弱 你慢慢意识到 你需要有人陪伴 你需要有爱的人关心 可是你的身边偏偏没有这些人 因为在年轻的时候 你拒绝了这一切 所以后果也只能自我承担 我认为 女人晚年是否凄苦 跟结不结婚 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一辈子不结婚 只是一种选择 当然 在自由的同时 可能会付出一些代价 但这个代价 也不至于是晚年凄凉 女人有说不得权利 如果你是一个不婚主义者 就做好准备 承受代价 规划好自己的晚年 如果你是想结婚的 只是迫于现实 不想将就 那就等待 进入21世纪以来 魏石魔有越来越多的人 选择不结婚不生子 他们将全部的精力用来工作 或是享受生活 你能说他们过得不好吗 有钱是底气 不必担心衣食住行 有工作有爱好 不必担心会孤单 舞蹈家杨丽萍 就是至今为结婚生子的女性 舞蹈就是她的伴侣 她的孩子 或许正是因为 没有婚姻的叔父 没有因为生孩子 而导致身材变形这些问题 她才能一门心思钻研舞蹈 得以成为伟大的艺术家 然而网上竟然有很多人 说不结婚不生子的女人 是失败的 定义一个人成功与否 难道是看是否结婚生子吗 那未免也太狭隘了 世界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规定 一个人是必须要结婚生子的 婚姻是一种选择 但不是唯一的选择 宁愿一个人自以潇洒地活 也好过两个人痛苦地凑合 谈恋爱的时候 爱的热烈 都是奔着结婚去的 好像结了婚 就会像偶像剧里的男女主一样 终于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且不说结婚以后激情退去 面临着的将会是各种鸡毛蒜皮的事 两个人不再隐藏 各种缺点通通暴露出来 婚前愿意为你洗手汤羹的人 原来其实懒得每天就像黏在沙发上了一样 婚前看起来精致又干净的人 原来有乱扔臭袜子的毛病 你要强迫自己融入对方的圈子 你要学会接受对方的所有毛病 也许你付出了一切 到头来也换不回一句好话 当你给自己买了件衣服 让他欣赏时 也许他会说你又乱花钱 当你想出去吃饭饭时 也许他会说外面贵还不卫生 就家里吃吧 这时候的你还觉得 婚姻是美满的大结局吗 结婚不是结局 而是开始 希望每一个人在决定是否结婚的时候 都是经过深思熟虑 并做好了迎接新生活的准备 是成熟而理智的决定 而非一时冲动的结果 婚姻不代表一辈子 结婚的目的 应该是两个人在一起 要比一个人好 所以选择结婚 可如果婚姻带来的 只有痛苦和伤害 那么为什么不勇敢地选择一个人 离婚并不丢脸 我见过许多婚姻不幸福 但因为种种原因 而将就着凑合过的人 有的人为了孩子凑合 有的人为了不被人看笑话凑合 也有人觉得不想折腾而凑合 但是人活着 不是自己开心最重要吗 结束一段婚姻 并不意味着人生就失败了 我们每个人对于学业 或者是事业都有失败了 重新再来的精神 为什么唯独面对失败的婚姻 就是没有放弃的勇气 经历过婚姻的人 更能明确地知道自己想要的生活是什么 经历过了才会懂 无论选择单身 或是继续追求新的幸福 目的都是为了让自己过得幸福 如果你正经历着煎熬痛苦的婚姻 与其过这种看不到未来的生活 不如勇敢地跳出来 看看别的风景 重新审视自己的内心 真正需要的是什么 结婚与否都是为了活得更好 就其根本原因就一句话 做自己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当你能够坚定地坚持自己时 你就不会被流言所困 不会因为和别人不同而恐慌 不会为了结婚而结婚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